近日YG方面放出消息,表示Icon即将带着全新迷你章集Nookies continue在2018年2度回归各遥界,但由于YG劣迹斑斑,很多粉丝都表示,不见到预告照不会相信。 而近日,Icon的回归预告战也终于释出,本司们也放下心,来准备专星对欧巴应援了,此次回归Icon更是精心准备了两首主打曲。 第一首主打Killing Me,由队长B.I.金海斌参与作词作曲,知名制作人Gery,何尔,T参与作曲编曲。 这首歌的风格跟以前有很大不同,旋律虽然非常兴奋,但歌词却很悲伤,是一首回信式歌曲。 而另一首主打曲风,也是由队长金海斌作词作曲,成员Bobby也参与了作词。 对于这首歌曲,成员剧卷会大家赞扬,这是我这张专辑,里面最喜欢的一首歌,是跟以往截然相伐的曲风。 希望大家多多期待,全专一元将在韩国时间的8月号下午6时全面上线。 虽然新专辑是什么风格尚不明确,但成员们多次提到风格大变,加大众和粉丝,对于这次回归十分好奇, 究竟Icon的新歌能否向年初十一首《Love scenario》一样,换着人口鞋卷排行榜呢,哪怕你不了解《Love scenario》。 这首歌,你也一定在某个地方听到过,简单好记致轻快明朗的,旋律, 搭配令人共感满满的歌词,让这首歌在年初时连续一个多月。 但在韩国最大音乐网站Mellon的榜首,是当之无愧的流量冠军, 而《Love scenario》的官方中文版,也在不久前正式上线。 中文版填词,由创作才子胡言斌操刀,中文歌词韵律十足又完美,传达出原曲所表达的伤感风雷。 当天气秋凉到树叶泛黄我们的爱,变得冠冕堂皇,而当网友看见天死人是胡言斌的时候,也纷纷顶赞说,胡言斌才有才了,陆传本,而Icon成员们诚意,满满的中文发音,也让中国粉丝们十分满足。 Icon在大众面前的出资亮相,是在2013年的YG新人选拔生存战, 身份展现出了过人才华和创作力,虽然未能在节目中正式出道,但也积累下了不少本丝,为他们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 后来带领一道生存战 Mix & Match 节目中,加入了那新成员郑餐佑,也就是继承者们中立名号的少年扮演者,正式以Icon的名字在2015年出道, 虽然出道风格是外界祖传和Fop,但他们绝不居民于此,积极尝试了各种不同风格, 不管是GAR小清仙取向狙击,还是伤感俏皮书情取Love scenario,都向大众展示了EchoM的多样可能性, 此次带着全新专辑回归,跟你网完全不同的风格,会让粉丝欣喜大众买账吗?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